大家好,我是大家老朋友,王重阳道长 大家知道,我国呢,从古代以来呢,几千年以来一直屹立在世界之巅 虽然说古代的时候没有GDP的这个东西的统计 但是呢,论当时的商业程度,繁华程度呢,中国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 大家学过历史应该知道,在以前呢,西方超过十万或者二十万以上的大城市呢 可以说是几乎没有,只有少数的集各,而中国呢,超过二十万以上的城市呢,就有很多 就当时城市里的繁华程度,商业化进行的程度呢,中国当时都是在世界上是极为领先的 在以前的西方欧洲呢,大部分国家呢,还是比较落后的 医疗方面一片空白,很多人呢,生病了,只能去放血去这样治疗 可是放血放血就放得死了 其他方面呢,我们就不一一列举了,大家学过历史应该都清楚我们中国在古代所取得的辉煌成就 一直到近代以来呢,由于西方那边的大航海时代开始呢,我们就被超越 然后呢,就落到了一个比较被动的局面嘛 可以说几千年来,积累的文明 在这近两三百年来呢,化为乌有 尤其呢,是从清朝末期一直到我们改革开放这段时间呢 可以说是,中国遭受了以前前所未有的这种破坏 而且这个时候呢,西方他们都在高速的发展 等到改革开放前期呢,我们就是落后到什么程度呢 在经济生活质量上,可以说跟非洲兄弟没什么区别 也就是说,从这短短的一两百年呢 我们从世界上头号强国,变成了世界上最差的几个国家之一 这些呢,我们就不多说了 从改革开放以来呢,到现在我们国家确实取得了非常非常 可以说算得上人类奇迹的经济奇迹 可能呢,我知道听到这里呢,肯定会有很多人反对 也有人会质疑改革开放 就是说,取得了这些经济上的成果 但是无论你去夸他也好,或者说去质疑他也好 但是呢,确实从改革开放到现在 他从,至少从GDP上 从一个非常非常差的国家 达到了现在的世界第二 仅次于美国 而且呢,中国的GDP现在还在高速的发展 历史上呢,也从来没有任何一个经济体呢 能有如此大的量的情况下 就是如此大的激素的情况下呢,还能如此高速度的增长 可能会有人说呢,我们主要是因为我们人多 这个呢,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人口多呢,也未必是坏事 它是一件可以算得上人口红利 可以这么说,假如说我们这么大的地方呢 像俄罗斯一样,只有一亿多人口的话呢 我们的经济呢,不可能还有这么强大的动力的增长 按照一个正常的发展来看 或者说我们保守的去估计 中国在到2030年还有13年嘛 在这13年内 平均增长6%,美国平均增长2% 那么我们2030年 也就是13年后呢,即可超过美国 重回世界第一 这个时候可能会有人说 中国那么多人,美国才那么少人 你经济总量超过的话 你人均GDP不还是和人家差得很远吗 其实作为这些强国大国之间呢 想要人均上超过 首先你得总量上超过 这是第一步,对吧 而且对于一个强国来说呢 它经济总量是非常重要的 有了这些经济总量呢 你才能够更好的去进行一些你想做的事 比如说修航母 为什么我们见到航母 这个我们就不分析了 但是大家都知道 它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一个就是说 对于政府去维持我们一个经济的良好的运转 是非常重要的 就比如说 美国在08年遭遇了次贷危机 那个时候引起了全球金融风暴 但那一年呢 我们国家拿出了4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 完美了,避开了可以说那个风暴 如果没有这4万亿呢 那可能我们经济也会遭受重创 可能也有人会说呢 你为什么这么乐观的估计呢 中国能在这13年内还能保持这么高的速度发展呢 为什么拉美那些国家 他们在几十年前就达到了一个接近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平 为什么这么多年来一直停止不进 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为什么你就比较肯定中国就可以跨过去呢 其实几年前对于中国将要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这种呼声呢 是非常高的 这两年比较少了 我个人认为呢 不能说完全跨过去 但是 应该是跨过去 可以说是没问题的 因为我们国家还是和这些拉美国家 首先在体制上是不一样的 我们有很强的这种 就是中央对于经济的控制能力 还有我们可以说能够形成一个完全的这种 封闭的 就是可以避开外界冲击的这种堡垒 像今年新加坡 它的经济增长没有超过香港 被香港经济增长呢 甩开了一些 包括像澳门回归以来 这种经济的可以说也是创造人类经济奇迹的高速发展的 也都展现出了 就是说与现在中国大陆这种超高的经济活力 以及超强的对外界冲击的抵抗能力 可能大家也会觉得说 即使经济重回第一了 对于我们生活没什么影响 这样说肯定是不正确的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 十几年前 二十年前你过的什么生活 大家也可以看自己的家乡 现在呢 可以说仍然是以一个高速发展的姿态 没有停止下来的趋势 关于这些呢 我们就不细说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二零三零年 中国超过美国 重回世界第一 几乎可以说是板上钉钉 对于如何跨过中总收入陷阱来 而且我们国家的经济说 现在是一个 为什么是一个非常健康良好的呢 我们以后可以细说 好了 谢谢大家观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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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